莊嚴的玉佛大典 每年都有不少學者共襄盛舉 大家帶著感恩的心 要把這份感動傳承給下一代 我想我們今天的玉佛大典 跟母親節一起來這個結合辦理 我相信對我們傳統的校道的精神 以及對於佛的一個尊敬 這樣子的一個心情 那麼一起來參加這樣的大典 抱持得非常虔誠的 非常感恩非常高興的 這樣子的一個心情 每個人在教育體系中 服務的單位從事的工作內容 可能都不一樣 但卻對玉佛有散播正能量的相同期待 寢思自己是不是有把這麼重要的價值 正在我們的教育體系 能夠讓他做一個很完整的保留 另外一個當然也是提醒自己 是不是正在工作忙碌之餘 真的對家人 對父母親的照顧 是有做到周全 我們的社會 包括我們的校園 我們希望這一股的氛圍 這一股的文化 能夠繼續讓他滾動 教育作育英才 跟宗教行善尊卿的理念不謀而合 師長們也以聲作則 要把善的觀念深耕學校集成 大家收看黃毅吉良家民